一人钟嘉欣1月17日现身香港尖沙嘴某商场出席活动 钟嘉欣这次在香港停留两天 她表示原本一家人打算在香港过年 但是之后决定回加拿大庆祝 那你经常加拿大和香港两地飞 女儿和儿子会不会很不舍得你呢 其实呢因为我都飞过多好多次 所以我的女儿还有儿子呢都开始习惯了 我会令到全部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 所以他们其实安排的已经很好了 我的女儿现在三岁 她其实开始懂了 所以她知道妈妈有工作 妈妈去工作要飞香港 但是我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次我走之前呢 我就会给她很多准备的时间告诉她 妈妈会飞飞了 然后呢我会告诉她 我去香港的时候呢 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带回一点 你想我带回的东西给她 其实是不是女儿和儿子平常可以互相作伴 两个小朋友不会那么闷 并且由爸爸贴心照顾 所以才更理解妈妈的工作呢 对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孩子 那两个孩子呢 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相亲相爱很好 他们只要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就算去奶奶家 或者我妈妈家 baby sit的时候 或者老公 臭他们的时候都可以了 另外问到钟嘉欣老公知不支持她付出目前时 钟嘉欣就表示老公的性格很无所谓 从谈恋爱结婚到有孩子 一直很支持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 那在2020年钟嘉欣你要不要付出目前呀 其实真的没有想得太深 但是如果在2020年 其实我都跟我的团队都有沟通过 他们都觉得嘉欣 你2020年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 勤力一点在你的工作吗 他们觉得很需要我 因为觉得希望我可以带多一点的正能量 去这个世界 那我现在都长大了 不是以前的常在性这个角色 这种女孩子 那么小孩子好像baby一样 现在我都大了 我都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我都有经验了 在好多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在新的一年 熟年 我可以做多一点有意思的作品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